相约于春秋冬山 臣送为恩奏敬陛下 御驾亲戚 臣 复议 臣复议 臣复议 复议 仇是 洞 洞 莴 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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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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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踢经斩棘 劳苦功高 在多少敌人的刀下活了过来 如今却不明不白 在自己人的手里丧命 朕若不为诸位平渊 如何对得起大城的将士 如何安慰天下人的心 大殿之上有人说 皇帝只击败天地 设计 设计 先祖 哪有击败将士的道理 这几日就要开个先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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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保护大王 过去五百人 赶杀前来围剿的禁军 两千余人 禁军全军覆没 你讀受护大王 那一个人 大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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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很难 那些士族对咱们有所警觉 从他们口中 太难探出线索了 大王 怀恩和那些士族们走得很近 是否可以让他帮忙打探打探 那小子 大王回府后他就没来探望过 好歹也是咱们宁朔军出来的 怎么着 当了苏伊伯了不得了 不认兄弟们了 你是没看到他传告令那样子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他可以不认我 不认你 他不能不认大王 没有大王那有他今天 当初大王在京中严查朝廷贪腐 有几个案子似乎都与宋怀恩有关 只是后来 他随江夏王去江南治水 大王这儿也遭遇烈羽山之变 案子才搁浅了 会不会是他有所警觉 才特意地疏远我们 他这是做贼心虚 以前还真是没看出来 宋怀恩竟然是这种忘恩负义 贪名贪力的小人 贪恩不是这样的人 之前 我被安上了弑君谋逆的罪名 他若不与我划清界限 恐怕 自身难保啊 大王 现在你还替他说话呢 大王叔叔 大王叔叔 请知 婶婶说你和我们一起出去游玩 我们一起去吧 好 走吧 走 请 干吗 秦斥 秦斥 快来 你还要问我干吗 这儿还有 小心 快 秦斥 别扔了 秦斥 秦斥 别软一点 秦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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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不听话了 让你欺负哥哥 哥哥错了 哥哥错了 秦斥 秦斥 别嚣嚣哥哥了 秦斥 哥哥错了 秦斥 不错了 好 大王 小贺你 想要一个母亲吗 想啊 秦斥你呢 我还想哪 那你们两个人 愿不愿意 任阿妩婶婶做母亲 当 当然 乖 还不快跪见母亲 拜见王轩母亲 阿妩 母亲 那从现在起 小和和亲之就是我们的孩子 母亲 亲之 小和 或许将来还有静儿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他们抚养成人 等他们都娶了妻 嫁了人 天下也都太平了 我们就可以安详 我们自己的天伦之乐了 天下太平 是不是每家每户都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当然 百姓附作安康 是我最想要的 大王 大王 能不能 把眼情的事情放下 咱们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 好啊 等我把筹罢完了 我们就去过 你说的那种日子 驾 来 徐姑姑 太后又犯了议政 闹着要见王妃呢 王妃 启禀王妃 永安宫来人说 太后又犯了议政 闹着要见王妃 我 我 龙儿 我的龙儿 你快跑啊 姑姑 阿妩来了 阿妩 快去救救你子龙哥哥 有人要害他 姑姑 姑姑 子龙哥哥 回来了 那我去看看 姑姑 子龙哥哥身子有些乏了 已经回室检殿休息了 他说 好 回头他会来看姑姑的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怎么不请太医呀 回禀王妃 永安宫欲请太医 续经皇帝应允 皇帝 皇帝 谁是皇帝呀 我的龙儿才是皇帝 来告诉龙儿 千万别去围场 那儿早就设下了陷阱 什么陷阱 使君夺位 家祸萧綦 谁设的陷阱 还能有谁 就是子龙 子龙 你为什么要攻击贺兰臣 杀害龙儿 家祸萧綦 求求你放过龙儿 他毕竟是你的兄弟呀 姑姑 我龙儿死得好惨 这不可能 居然死在兄弟的手里 这怎么可能 拜托 咱们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有什么事吗 你跟贺兰箴之前也有交往 贺兰箴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 你和他之间的阴谋 朕和他之间的阴谋 我们甚至未曾谋面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在先帝驾崩之时 你突然从皇陵回到了京城 朕就是想回来 可没想到被推上着皇位 这么巧 什么意思 你是在怀疑我 谋杀先帝 篡夺皇位吗 难道不是吗 炼羽山之变 就是你和贺兰箴一手谋划的 刺杀先帝 嫁祸萧綦 一箭双雕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先帝驾崩 本该谁继位 该是先帝的嫡子 当时的储君 静儿 可你擅自将静儿带出宫 以至于天下无主 是 朕才会被群衬推上皇位 难道你我也是串通的吗 难道是朕 自己想坐在这皇位上吗 我带静儿出宫是为了救他 那你就将静儿再带回来 让他坐在这皇位上 他现在回来就安全了吗 之前一直有人想害死他 小皇子 不能睡 不能睡啊 小皇子 不能睡 小皇子 不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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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谬 这嬷嬷是我谢家的老人了 他怎样 我心中自有分寸 用不着外人挑拨利剑 小皇子 难道是你 原来一直都是你 只有静儿死了 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坐在这个位置上 子澹 你太可怕了 我现在完全不认得你了 你早就不认得我了 你看着我 你若还有一丝善念 还有一丝廉知 你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你可以认为是我干的 你现在就去禀告太后 告诉外面的群臣 也告诉你那带着十万兵马回来的萧綦 炼羽山之变就是朕一手策划的 朕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暴夺起之恨 我会变成这样 都是为了你 王妃 王妃 这事太大了 还是找江夏皇商议商议吧 让我再想想 王妃 大王立了事 只要抓到 令羽山之案的真凶 无论是谁 都要砍下他的人头 祭奠冤死的 宁宿军将士 那大王要是知道是皇帝 今日之事 不得向任何人提及 是 太后如何 太后服了药 现在情绪好多了 孩子们呢 这么晚了 都睡了 姑姑贵为太后 现在人老了又生病 膝下又无儿女 真是可怜 那没事 你就多进宫看看他吧 他曾经对你起过杀心 你不恨他 都过去了 你不恨他 你可以认为是我干的 你现在就去禀告太后 告诉外面的群臣 也告诉你那带着十万兵马回来的萧綦 烈羽山之变 就是朕一手策划的 朕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保夺己之恨 我本该把萧綦 苦苦追寻的答案告诉他 我本该把萧綦 可恨 可恨 子澹和萧綦 一个是皇帝 一个是权将 子澹犯了弥天大错 自当受罚 但若萧綦真的 届时 必是社稷之灾 天下大难 我到底该怎么办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 说大王向皇帝奏请九夕之礼 你说 这是大王的本意吗 怎么可能啊 咱们大王什么性子 你还不清楚 肯定是坚定作祟 想让皇帝和朝廷 对咱们大王起疑心呢 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具体是谁还得严查 不过我想 左右不过是那些士族大家 这么多年 大王守边评判 为大臣立下了多少功劳 这些士族 为什么会记恨大王呢 因为他们真正害怕的 是韩族掌权 大王 那些造谣 传谣的人 不论身份地位再高贵 也不过只是些 潇晓之辈罢了 不必在意 定是有人特意散布谣言 想要陷害大王 表啊 如果什么事情 需要解释 那么随你怎么解释 你也解释不通的 就让他们传去吧 等到了大王 幕后之人 自会露出马脚 是 温丞相又来看王太后了 听说豫章王妃在此 我有要事 要见豫章王妃 去通明相 是 温相请 你 王妃 温丞相来找你 她在外面候着呢 温丞相 豫章王妃 温丞相 到永安宫来寻我 定是为了急事 是 老臣求燕王妃 是为了豫章王 为皇帝 为大乘天下 王妃可知 现如今京城流言满天 你 温丞相不是说 是流言吗 无风不起浪啊 难道王妃真的不知道 枕边人此次归来 变得如何 大王 本就是重生 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王妃不知啊 近日上奏 居然有三份奏者 同时为豫章王 情赐酒席 老臣 待满朝文武大臣 和天下百姓 求王妃 劝劝豫章王 温丞相使不得 王妃 我知道 你们夫妇二人 心中有怨 有恨 之前围场之变 是大乘 君臣 愧对豫章王 愧对围场死难的将士们 可现如今大乘 一片飘摇 再也经不起任何风雨了 再者 王妃身为皇族 与王氏血脉 又是豫章王妃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成 就这么没落下去吧 温丞相 豫章王绝不会如此 恳请王妃 看在江山社稷 黎明百姓 万万不要推辞 好吧 我答应你 找机会 立权一场王 快快静起吧 只要王妃答应 一切事情 都有希望 老臣 带天下百姓 拜谢王妃 请王妃 九夕之礼 萧綦绝不会如此 到底是谁在兴风作浪 你 沉尖 沉尖 要沉住气 沉尖 沉气 沉尖 歇会儿吧 我不累 我要为光烈将军 和那些冤死的将士们报仇 老样的 接着练 好 叔叔 我也要练 你也要练 行 你要看看这个吗 来 不要鼓励他报仇 他还是孩子 不能让他从小充满仇恨 烈衣山上 他亲眼看着将士们冤死 他的仇恨 不用我教 这仇 你一定要报吗 好 这仇恨 这个仇恨 如果不是一般人 对 是这样 萧綦 你这个 得拿住了 萧綦 像我这样 你看 比如说是温宗慎 温宗慎 对 没这个本事 那如果是我哥哥呢 左手拿过 我说过 对 我不管是谁 我不管是谁 你到底怎么了 我只是担心 万一是我们身边人怎么办 不对 你心神不宁 说来的话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说出来 你不用自己担心 萧綦 来 你看我呢 我告诉你 王妃 过几天 就是长公主的忌日 长公主的房间封闭已久 我恐怕积了不少灰尘 我想提前 过去打扫准备一下 有劳许姑姑了 我说 阿玉 在 有没有徐姑姑的消息 还没有 唐鬼去慈安寺找了 看门的人说 没见徐姑姑出来 但寺内又寻不见人影 这就快了 你去备车 备车 我自己去找 是 我陪你一起 我陪你一起 好 禀告大王 王妃 我等已在寺中各处寻找 未见徐姑姑的任何线索 徐施主今日一早便来寺中 在长公主屋内收拾打扫 由于他熟悉寺内环境 我们并未派人跟随 也未知他何时离去 不过有人听到房内有孩子的哭啼声 母亲的那间屋子 你们确定仔细检查过吗 那里 那里 有些不便 现在是江夏网 暂时借助 哥哥 谁呀 王妃 你怎么来了 你们果真在这儿啊 我哥哥呢 阿妩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哥哥 徐姑姑不见了 我过来找他 怎么回事 过两天不是母亲的忌日吗 徐姑姑今天说 她过来打扫一下 可是这一走 到现在都没回来 这白天我们也出去了 没见着啊 你怎么会住到这儿来了 好 最近几日 老是在梦里梦的母亲 想必是母亲想我了 所以搬到慈安寺来 离他近一点 能够经常陪陪他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这一个人住哪儿都行 不像你呀 万一你也学我搬到这儿来 那不是苦了豫章王 师太跟我说 这巫师长传来婴儿的哭啼声 我没听见过呀